283 《文匯報》 近五月天族比較感光榮八三腰自信能獲樂迷歡心 2015年7月13日娛樂世界A36台灣樂隊八三腰將於本週五十七日 《賈麥花臣場館》舉行絕對逆血香港演唱會 早前他們來港宣傳,並抽空接受本部專訪 他們呼籲歌迷多帶一位朋友來捧場 請看他們演唱會,才能直接了解他們的音樂 橫少賢,要做2015年的飛輪海,採訪、攝影 陳敏娜其實今次非他們首度來港開唱 去年也爭在港開Show,雖然當時規模不及今次大 但他們讚港迷非常熱情,今次在一千五百人場館開Show 他們能夠把音樂、視訊等更完整地呈現給大家 今次演唱會以熱血為題,他們表示大家對熱血的印象 可能就是搖滾、是歌團 但其實熱血是有很多層面的,包括愛、堅持等 希望藉今次歌唱讓歌迷了解到熱血的真正意義 他們也期望歌迷多帶一位朋友來看他們的演唱會 直言,就算認識我們,聽完一定更清楚我們的音樂 以及想傳達的東西,而且比起聽我們介紹 大家直接來看Live更實際,主音阿撲更直言 相信只要看過我們演唱會的人,都會喜歡我們 不過,提起白三腰,大家總不忘把他們跟五月天拉上關係 特別是他們推出的第二張專輯《拯救世界》 增獲五月天的阿信力戰,他們為不會因此感到煩 並因能與搖滾天團作比較而感到光榮 他們還趁機谷歌唱 呼籲未聽過他們演唱會的人看他們演出 就能知道他們與五月天的不同 押破還笑稱,我們經理人就說臉就差很多 你們歲,還是五月天歲,這要你們下定論,都笑全場 音樂不一定有故定模樣 不過,談到現在樂迷對樂團的熱度好象不及以前高 白三腰並不贊同 只因現在這個世界的音樂太多樣化 每個人的焦點不同 但喜歡樂團的人還是萬忠誠的 我們的音樂也融入很多新時代的元素 其實,音樂不一定有個固定的模樣 它只是跟大家溝通的橋樑 與我們很喜歡的美國樂隊Fallout Boy也融合很多元素 問到是否要做新時代的指標人日 押破笑言,那是要做偶準惡 那我們要成為二千零一十五年的飛輪海 全場爆笑 後來他才正經地說樂團最重要是精神和力練 只希望歌迷可以從他們的音樂裏面 找到屬於自己的樣貌才是最重要 謝謝你 謝謝 you